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不好呢 我觉得很好啊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理 儿子去世后 庆嫁公陪我六年 我无以回报 庆嫁公 嫁我 我 好 案例故事分享人 60岁的苏大妈 六年前我丈夫去世了 本来以为这一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 得跟我在一起一辈子的丈夫突然离开我了 还有什么比 这个更难受的呢 没想到在同一年里面的儿子也去世了 前几天我还跟儿子打电话的 那时候我儿子让我有空的时候去他们那里住 给我养老 我儿子跟我说 你一把年纪了 然后现在父亲也不在了 来我这里吧 我给你养老 我不是故意说父亲不在这个事情的 我之所以会说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想让你认清现实来我这里养老 我才是你最后的依靠 以前你说你可以跟父亲在老家互相陪伴 互相照顾 我知道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好 但是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了 我不怕自己一个人在老家 所以说你就来我这里吧 过几天我出差回来了 你就来我那里吧 我已经跟我老婆说了 我老婆也同意了 就这样安排吧 你说好不好 到时候我会回去接你的 你打包一下行李就行了 那些能够带走的东西就带走 那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就不要了吧 那些老物品留在老家吧 在我们那里什么都有了 不用你带过来都可以 听到我儿子这样说我很欣慰 我也答应这个事情了 本来以为过几天就可以去我儿子那里养老了 万万没想到 没过几天我儿子就去世了 我儿子还没有出差回来就去世了 我儿子在出差的途中发生车祸了 虽然公司赔偿了一大笔钱 但是对于这一大笔钱 我一点都不想要这笔钱 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我每个月都有四千多接近五千块钱退休金的 对于我这个老人来说 五千块钱已经完全够花了 我要这笔钱干什么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我儿子而已 我宁愿失去一切 包括我的生命 也想换回我的儿子 可是无奈的是我儿子回不来了 回来的却是一大笔钱 这一笔钱对我来说是真的 一点用都没有啊 我把这笔钱全部都给了儿媳妇 我要这钱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本来我的退出去已经够花了 然后我丈夫去世的时候也留了一点存款给我 我的晚年是有保障的 哪怕是请保姆 也是勉勉强强可以的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这笔钱 还是给更有需要的人吧 以后养大孩子也需要一大笔钱的 这笔钱就用来养孩子吧 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大病了一场 我丈夫离开了 我儿子也跟着离开了 可能吧 是我丈夫想儿子了 然后我儿子才会跟着离开的吧 以后的日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 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儿媳妇他们的生活 虽然之前我儿子说过会给我养老的 但是我儿子已经不在了 我还能够去那边吗 我去那边的话就会打扰他们的生活的 甚至可能以后我的儿媳妇也会改嫁的 改嫁这个事情我管不了的 我儿子都不在了 怎么样怎么样吧 只要他能够好好对待我的孙子 那就够了 会不会改嫁 我不太在意 这些都是儿媳妇的自由 我儿子都已经不在了 还有就是那笔钱他们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只要能够对我的孙子负责就行了 对我的孙子负责 以后剩余的钱怎么处理都可以 在我大病一场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几天会因为这个事情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还隐隐约约看到了我丈夫还有我儿子来接我 可是过了好几天 我还好 蹲蹲地还躺在医院里面 让我饱受折磨 就在我最难熬的时候 我的亲家公来照顾我了 亲家公跟我说 你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你的丈夫离开了 然后你的儿子也离开了 按道理来说 我完全可以无情不管的 就这么说吧 以后我来照顾你吧 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他确实认真的 从那时候开始 风雨不改天天来院里面照顾我 也因为这个事情花了一大笔钱 后来我出院了 他却把我接到家里面养老了 我儿媳妇跟我说 你养老这个事情 我来对你负责吧 你的儿子还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虽然你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也会对你负责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听到儿媳妇这么说 我瞬间就流泪了 从那时候开始 儿媳妇承担了家里面的所有 虽然他不是我的儿子 但是儿媳妇却承担了我儿子该做的一切 白天上班 晚上照顾我们两个老人 要是没有他们的照顾 特别是亲家公的话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够熬到什么时候 亲家公跟我说 虽然你儿子不在了 但是我也会陪伴你 也会照顾你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并不会因为你的儿子不在了 然后我们就不管你的 你一个老人不容易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家人 所以你就放心在这里住吧 还有就是 我们也不会问你要钱的 我们并不是为了钱才来照顾你的 我们之所以会照顾你 之所以会对你负责 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才会对你负责的 越是这样子 我们的关系越好 这一照顾就是六年 这六年让我重获新生以前 我老是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 我儿子离开了我的丈夫也离开了我 还留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呢 以前我丈夫离开的时候 我就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要不是有儿子陪伴的话 可能我早就离开了 后来我儿子离开了 然后我就更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要不是有亲家公他们陪伴的话 可能我也离开这个世界了 然后他陪伴了我六年 这六年来让我慢慢走出了那些悲伤 让我慢慢地相信的生活 让我慢慢地接受了生活 我跟亲家公说 这六年来谢谢你的陪伴 要不是有你的陪伴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来的 要不是有你的话 可能我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对我的帮助 我真的是无以为报 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报答你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你跟我说吧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可以做的话 我一定会做的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够做的话 我都会做的 也没必要跟我客气 要是你们跟我客气的话 会让我很见外的 一定要跟我说 我会努力地做好你们安排的事情的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会尽力做好的 还有就是过去那么多年 我也慢慢明白了一切 如果你的女儿想改嫁的话 那就改嫁吧 我无所谓的 我能够接受的 我的儿子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又能够改变什么呢 是不是 活着的人就应该好好活着 所以说 如果你的女儿需要改嫁的话 那就改嫁吧 我不会反对的 只要你的女儿幸福就行了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改正 以后孩子要留给我 毕竟是这个高家庭的孩子 是我儿子的血脉 不可能说让你的女儿带走了 亲嫁公却跟我说 你是不是对这个聊天 没有安全感啊 我的女儿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会改嫁的 等到孩子成年以后再说吧 反正短时间之内 是绝对不会改嫁的 如果你想回报我的话 那就嫁给我吧 跟你待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对你早就有感情了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样子的话 你就有安全感了 对你来说也是挺好的 我可以照顾你 虽然我的女儿 并不是你亲生的女儿 但是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的关系就是亲上加亲 你觉得怎么样 你刚刚不是说无以回报了吗 那就这样回报我吧 不要害羞 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吧 我以后都会陪伴你 都会照顾你 如果你真的不以为报的话 那就这样回报我吧 也算是要我的付出有回报吧 没想到秦昭公居然跟我表白这个事情 我万万没想到的 是在一起的 那我在这个家也有一定的位置的 最起码不害怕被人家赶走 以后养老有保障了 并且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话 只会亲上加亲 只会越来越好的 但是随即而来也有问题的 那就是我们要是在一起了 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呢 毕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又在一起了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更何况我的儿子不在了 要是在的话 别人会怎么说呢 想到这些我就难受 然后秦昭公看到我难受了 他就跟我说 你没必要勉强自己 哪怕你没有跟我在一起 我也会天天这样子照顾你的 我对你许诺 我会一直对你负责 一直对你好的 不管是我的老婆 又或者是我的亲家 我都会对你负责 都会对你好的 听到亲家公这么说 我决定了在一起吧 虽然我知道 还有可能会被别人说的 毕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在一起了 那些关系就乱了 但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第一 我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第二 对于亲家公对我的付出 我真的是无以为报 只能够以身相许 而且为了我以后的幸福 我觉得这样子很正确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我错了呢 要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在一起吗 我即将追求自己的幸福怎么了 为什么那些人都说我错了 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个依靠啊 做得不可以吗 我儿子都已经不在了 难道我不可以这么做吗 况且我儿子不在了 我的丈夫也不在了 难道不可以这么做吗 结语 在这个事情上面你并没有错 你这样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你儿子跟你的丈夫都不在的 只能够这么做了 不但是对你自己 更是对这个家庭负责 所以说你这样做很正确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做的 你没必要在人家怎么说 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只要你幸福就行了 你幸福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无所谓的 千万不要以为人家怎么说 然后就不要幸福了 自己的幸福最重要 明白了吗 我来说